另外财富证券发布了医药生物行业的研报指出 9月份整体市场情绪好转 医药板块表现相对较好 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子行业相关个股反弹幅度是居前的 行业成长的这个整体的估值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这样一个水平 在市场情绪稍微好转的情况之下 短期看弹性和市场的关注度 重点关注医疗服务和器械等子行业 以及基因测序等主题板块 长期来看医药行业的成长逻辑没有发生改变 成长的确定性依然被市场认可 精选自行业与个股 推荐爱尔眼科 恒瑞医药 亚宝药业 达安基因等等